最近中國的大事情 俄羅斯總統普丁仿中的行程 那今天已經來到了第二天了 那我們一起先來看新聞報導好了 這一次有很多的一個新進展嗎 這一次習主席也跟普丁兩個人 有合作的共同 在談話之後有共同的宣言 那麼當然中國也說啦 願意做俄羅斯的好夥伴 現在的定調就是 我們是好鄰居 我們是好朋友 我們也是好夥伴 那麼當然在做生意的貿易部分 經濟的部分也是環環相扣 俄羅斯有石油有能源 中國也是大量的需求 2023年中俄的貿易額達到了 破紀錄的2401億美元 這是遠高於2020年的1078億 好看到了這樣子的數字 美國會緊張 我們先來看一下普丁今天的行程 17號凌晨他到了東北的哈爾濱 為什麼要去哈爾濱呢 他第一站呢 其實是先前往了這個 前蘇聯紅軍烈士的紀念碑去獻花 然後呢去參加了一個中俄博覽會 我今天看這個微博熱搜喔 有很多人都在講說 哇這個哈爾濱突然出現了很多 俄羅斯的帥哥 可能就是因為跟這個中俄博覽會有關係 那普丁是強調 中國跟俄羅斯不可分割的關係 好鄰居嘛 而且呢自成關係會影響到兩國的經濟發展 這是所暗示著未來的經濟發展會更上一層樓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畫面 普丁抵達哈爾濱首站來到前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普丁身穿黑色西裝 打著酒紅色領帶 手拿一束紅玫瑰向前獻花 普丁接著現身中俄博覽會開幕式 也是反哈爾濱的重頭戲 他再度強調中俄不可分割的關係 會直接影響兩國經濟發展 普丁國師訪問中國全球聚焦俄勒情勢 習近平就罕見曝光政治中心中南海 與普丁聲譚更引用戰國策說法 強調處理任何重大問題 既要治標也要治本 既要謀當下也要記長遠 值得關注的是普丁昨天在中俄文化年 音樂會上致詞 一路順暢到忘記留時間給翻譯 普丁巧妙回應 不好意思剛才講了很長時間 沒當反應 我感覺自己好像在家 所以我認為這裡都會變得更好 普丁除了道歉 既然他表示在中國就像在家一樣 所以下意識認為大家都聽得懂俄文 普丁高情商回應也化解現場尷尬氣氛 更表示這次出訪中國是冰質如歸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剛看到我最後那一段真的太讓我驚訝了 你知道有一段就是普丁他就一直講俄文 然後他就忘記給翻譯留時間給他翻譯了 結果他最後就巧妙的說 他說因為我一直覺得好像在我的家鄉 所以我以為你們都聽得懂 你知道這個含義就直接再拉近了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那麼這一次呢 習近平其實也提出了五個堅持 同時呢 我來短短的說一下 堅持以相互尊重為根本 堅持以合作共贏為動力 堅持以世代友好為基礎 然後再來是堅持以策略為支撐 公平正義為宗旨 您怎麼看這一次 中國跟俄羅斯已經好了 有好商家好嗎 你看他這一次的話 到那個哈爾濱到紅軍烈士去獻花 對 就畫面中這個獻紅玫瑰 對 獻紅玫瑰 這個就是在紀念二次大戰 二次大戰出期到1937年到1941年的時候 1941年4月13號以前 俄國幫我們中華民國培養非常多的飛行員 那時候美國有租借法案 美國有租借法案 美國那個時候對我們沒有緣華 這是我們靠自己孤軍作戰 俄羅斯幫我們 俄羅斯幫我們支援了1200多架飛機 當時是蘇聯嗎 蘇聯 那個時候叫蘇聯 蘇聯的話那時候1200多架飛機 派了空地勤人員 3000多位 然後幫打日本人的時候 總共犧牲了235位飛行員 這是俄羅斯 後來的時候我們知道 二次大戰 我們知道日本通襲珍珠港之後 美國的那個租借法案 才對我們解禁了 那時候有租借法案 還有門羅主義 就是說原則上的話 我們不要去管外面的事 那偷襲珍珠港之後 才有這個圓華 是這個樣子 那個時候1941年12月8號 正式對日宣戰 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你看 那時候就靠俄羅斯 到1941年4月13號 日本跟我們叫蘇聯 簽了日蘇互補侵犯條約 那你就撤回去 所以我們就沒有了 靠自己 到美國補進來了 是這個樣子 所以那時候犧牲了235個飛行員 蘇聯啊 有235個飛行員 是在中國戰場上犧牲了 那是為了打日本人 所以他跑來 為什麼到哈爾濱縣發 為什麼會有這個事啊 那就講二戰 所以這個行程也是特別安排 特別安排的 最近好像 因為這幾年 跟許多國家 都不是怎麼建交 什麼65週年 就是70 不然就75週年 好像有一種 回到最起初 想一想 當年我們是什麼原因 建交的 那現在未來我們怎麼走 那跟俄羅斯好像也是這樣 對對對 當初的共同對日 那時候沒有辦法 後來的時候 你知道日蘇共 這個日 那個我們叫蘇聯嘛 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後 那時候後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軸心國日本 德國義大利 這個軸心國家 後來的時候 你看那個蘇聯 也算是我們講同盟國 這二四大戰嘛 有沒有 後來德蘇戰爭 德蘇戰場 那個俄羅斯 因為以空間換取時間 一直退 打到史達林格勒 列寧格勒攻防戰 一直在打 歐瓦河戰役 那個巴巴羅莎會戰 都打到很多啦 俄羅斯也形成非常慘重 後來的時候 那個到八月 那個時候 毒下原子彈的時候 八月六號 八月八號 那時候 那個 那個 那個俄羅斯 就是那叫蘇聯 揮軍進入東北 是這個樣 日本投降 那我們現在看 變得好靈機好朋友 好不敗 中國跟俄羅斯 也是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變化 就不上不封頂 現在沒有講這個 為什麼 因為勾力到歐洲 你如果上不封頂 那歐洲 德國在做生意 義大利做生意 法國做生意 還剛從法國回來 因為從這個 匈牙利回來 從塞爾維亞回來 他們都來做生意 你在歐洲 那歐盟國 我們講 三個都是歐盟國家 這邊要做生意 中國大陸也要做生意 俄羅斯要做生意 好我們不要講上不封頂 我們是好朋友 我們是好輪居 我們是好夥伴 是這個樣子 你要最重要的 那個中俄 它的貿易 已經到2401億美元 這94% 我們講到的是 拿蘆布跟人民來計算的 是這個樣子 貿易整個翻一翻 就是我們講的兩倍了 對 翻一翻 兩倍了 意思是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就 你看他 這一次把它重債的是經濟 重債經濟貿 然後其他軍事上的合作 大家抬面下 為什麼大家在這眼睛看 為什麼俄羅斯越打越強 對 台面上就關閃 烏克蘭通通給他 結果通通不夠 結果俄羅斯反而越打越強 就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 將軍你這看到重點了 為什麼一樣 整個北約 美國 他給錢 給炮 給戰車 打到最後 烏克蘭是彈禁良絕 人也沒了 對是這個樣子 但俄羅斯怎麼感覺越打越強 因為 因為有些東西我知道 是商轉軍 那就是看誰的好朋友 對是這個樣子 但是有些東西大家就不提 我們是 講說了是經濟上的合作 其實實際上很多東西也是 有點軍事上的交流 是這樣 然後貿易就是個指標 那在烏克蘭戰爭的話 接下來能源 對 那這樣的話 那就是願意做俄羅斯的好夥伴 沒有講戰略夥伴 或者上不封頂 是這個樣 所以這一次其實 普丁跟習主席的會面 也是告訴很多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 釋放出了很多的訊息 譬如說呢 你看喔 我們中俄也是給歐洲看 你看啊 你們跟俄羅斯對著幹 你們經濟好嗎 你們通膨這麼高 我們跟俄羅斯 我們現在的貿易 而越來越高 同時呢 來攝影大哥 我們再往下喔 中俄現在一樣喔 一個底線原則 才死死的在那邊 不結盟 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者 講給美國聽 也講給周邊那些國家聽的 不用緊張 那普丁呢 也很上道 我們現在呢 國資要強 經濟發展最重要 所以呢 普丁這一次提出了一個 很重要是什麼呢 我們會繼續加強在金磚 在上核組織的框架內合作 為什麼特別提金磚 提上核組織呢 這個基本上 都是以中國為軸心 在發展的一些經濟圈 所以現在喔 俄中兩國超過90%的結算 以盧布跟人民幣來進行 採用本幣結算 這個直接大大打臉美國啊 對 會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看 中俄不結盟 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者 就是我們講第三者 強到第三者 強到美國 但是美國是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的會員國 對 包含加拿大 其他都在歐洲國家 這個30個國家 都歐10個 因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總共32個國家 那這樣的話 不要講這個 不然美國疫情 美國一針對美國 那是不是也針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有這層含義 對 就把它淡下去了 你不要緊 因為歐洲的國家 它會感冒 對 你這樣好像也是針對我 所以在戰略上 這一方面 大家可以緩一下 然後金磚國家 現在金磚 本來金磚五國 現在冰磚 對 一直擴張嘛 包含埃及 奈吉利亞 對 這個伊朗 沙烏地 阿拉伯 都加進去了 越來越大 今年的金磚的 輪值的主席國 就是俄羅斯 對 那是剛好這樣什麼 10月底要開會 那包含上河組織 對不對 上河組織九個國家 三個觀察員 然後六個戰略對話夥伴 是這個樣子 慢慢就是從這方面 來深化 這樣的話俄羅斯 因為其他的 在聯合國 他是俄羅斯被排擠 那現在的話加入 所以擴大這個 我們講到這些組織的力量 對俄羅斯來講 影響力從這個地方來擴大 那當然 剛剛講的人民幣結算 這個是 這個以盧布來結算 這個是將來的趨勢 而且已經變成 這表示未來 既定的了 俄羅斯跟中國的 經貿關係 會更加緊密 因為現在 因為現在 中國大陸跟美國的經濟戰 還有金融戰 對 不是將來 反正都被制裁了嘛 對被制裁了 這樣子了 對啊 剛好 我為什麼還要用你美語 奇怪 但是美國還是強勢會 美國現在是 佔全世界的貨幣 佔46.64% 46.64% 還算 將近百分之一半 但是中國大陸現在才4.6% 對 還是少 但是慢慢會增加 開始慢慢增加 而且說到了 習主席跟普丁 兩個人的關係 真的是 蠻特別的 他們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就認識了 好 這一次特別還邀請 中俄建交75週年 有個音樂會 兩個人也一起去了 一起出席了 那麼當然這一次 對於烏克蘭的問題 重中之重 這一次 習近平在普丁 要離開北京之前 就去哈爾濱之前 帶他逛了中南海 就是來討論烏克蘭的問題 不過也如同剛才 張怡廷將軍講到的 其實中俄關係 很妙 走得太近呢 西方國家緊張 走不夠近呢 普丁也沒地方發展 本來他也想進歐盟 他也想要朝俄羅斯那邊發展 被拒之門外 普丁有一天終於醒來了 我們不要再往 不要再西進了 我們要東進 這條路走對了 所以呢 習近平跟普丁 其實他們見面超過40次 各位 兩國的這個領導人 可以見面超過40次 不容易 而且經常 有時候在一些國際場合 正好碰到普丁生日 或習近平生日 所以呢 兩個人常常互助生日快樂 每次見到對方都說 我的老朋友 我親愛的朋友 然後這一次得到的共識呢 將軍你怎麼看 中方期待歐洲大陸 早日恢復和平穩定 願繼續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 當然就希望和平 希望停戰 這就是烏克蘭戰爭嘛 就講烏克蘭戰爭 希望 他已經講出來了 希望早點結束了 不要再打下去 打下去的話 當然烏克蘭不禁打 對 對不對 俄羅斯也會損兵折駕 兩敗俱傷 那他講這個話就表示 那中國大陸要出來 在一個調重的角色 親愛的老朋友 對 變成這樣 調重的角色就出來 對 我講這個 我也有說 我沒有鼓勵要繼續打下去 我是希望早一點 早日嘛 早日恢復和平穩定 大家都有好處 那這樣的話 那普林也要聽進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現在這個 習近平對普林這麼講 我們的是好鄰居 好朋友好夥伴 那這樣子的話 換句話說 怎麼好像他的味道 有點像 有點回頭路啊 因為這樣子走回頭路 才有好處拿 你如果講放不鄰居 那都已經可以了 我們都是好朋友好嘎們 現在這樣 那要意識一下囉 互惠吧 你是不是以前拿了 這個中國太多的土地了吧 是不是這樣過來 你的那些 西伯利亞開發 唐龍烏良海的礦產 是不是要跟我們 因為當初都是 這個中國的嘛 對不對 你的海參威 庫葉島 當初都是中國的 你現在拿去了 這是大家 是不是想一想 有些東西是不是要 該回饋了 沒有回饋 有些東西是不是該歸還 而且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是在聯合記者會的時候 由習主席來說出了這番話 表示呢 俄羅斯也是 同樣是有默契的 但是現在 我們以實際上的局勢來看 烏克蘭到底還能撐多久 為什麼我說撐多久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 這件事情 斯洛伐克的總理突然間 被槍殺 中了五槍 現在懷疑有政治動機 為什麼呢 因為 先前 斯洛伐克呢 他們做出了一個決定是什麼呢 就是我不再援助烏克蘭任何武器了 所以在費科這個內閣領導之下呢 本來已經批准烏克蘭有一套價值 4030萬歐元新台幣14億的軍事援助案 就告吹了嘛 是不是擋到了軍火商的財路呢 反正呢 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也有聯想 因為當時候北約也很不高興 說好了要給你怎麼最後沒給 那麼現在呢 布林肯到了這個烏克蘭去 雖然是拿出了20億美元的資金 說我們要支助烏克蘭軍事努力 但是呢 烏軍在俄軍的激戰之後 現在已經從烏克蘭東北部地區 部分地區開始撤退哦 美國沒有說什麼 就是看他們撤退 所以很多評論家也認為 俄羅斯的下一步 會不會要繼續攻 攻哪裡哈爾科夫旁邊的蘇米州 因為烏克蘭的軍人就說 俄羅斯人都直接走進來啦 因為根本沒有任何地雷區 連地雷阻擋都沒有 所以您怎麼看呢 接下來俄烏的局勢 俄烏的局勢 因為烏克蘭在這方面 他應該要做戰略緊縮 戰略緊縮就做戰略集中 因為這防線太大了 防線太大 現在烏克蘭已經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人了 士氣又那麼低迷 戰力又不夠強 你還那麼分散 你雖然人少 火力不夠的時候 要做戰略集中 你不可以戰略分散嘛 那現在我認為 他應該置重點在哈爾科夫附近 所以打不下去的地方就撤了 要撤掉然後集中 要不然的話 你倍多力分 你已經比你很擔保 你要分那麼多 那麼大的防線 對 你會更慘 因為你根本沒辦法形成重點 那現在又變成戰略局中 就變成戰略重點 這重點 於俄羅斯可能要攻略的方向 那就是哈爾科夫 對 因為哈爾科夫最近的地方 離俄羅斯才30公里 然後他的 你村莊最近才20公里 那直接就過來了嘛 那俄羅斯他要的是什麼 眾生 那將來的話 從遲早有一天會 戰爭會打完 我戰爭要打完之後 我的眾生出來了 我的戰略眾生出來 所以現在目標指向就是哈爾科夫 那哈爾科夫就是第二大陣 有重要指標心意 除了幾乎他最大 而且是工業 工業城市 也是經濟文化教育的中心 那這樣的話 具有指標性 拿下來之後 會不會對烏克蘭產生 世紀上重大的影響 當然會有 但是現在問題是 烏克蘭的整個戰略佈局 10大 他防線太長 而且剛才主持人也有提 他為什麼沒有布雷 布雷的話 雷我就把它當完畢之後 雷區 我先告訴雷區 一雷區他都不敢動 為什麼沒有布雷 要先除雷 對 是連地雷都沒有了嗎 還是沒有人去布 我們知道 大家直接就測了 他的一個戰略錯誤 第二個你也知道 烏克蘭貪污嚴重 貪污錢都賣到哪裡去 現在黑市的話 這個黑市的武器軍火交易 還蠻旺盛的 從哪 從烏克蘭流出來的 你說他是貪污有沒有嚴重 當然嚴重啊 那現在他現在有沒有雷 他有雷他為什麼不布雷 都是問題耶 所以烏克蘭來看的話 現在他的指揮系統出了問題了 指揮系統如果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我們先測 測之前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 炸掉一些相關的 這些重要的設施 不要被俄羅斯所用 第二個 開始布雷 然後說這個雷區 那麼廣大去 哪怕你布10個雷就好 不要說布一萬個十個 一有雷我就怕 到底要什麼地方啊 對 他的動作馬上慢了 所有動作先停 為什麼 掃了一車 除了一車先過去 不然人怎麼過去 腿炸斷了什麼那種麻煩 是這樣 結果烏克蘭 那麼簡單的事情 都沒有做 烏克蘭指揮系統 跟他的戰略的考量 都適當了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 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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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